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开发商降价引发的前期业主的维权事件是此起彼伏 涉及到了众多的知名开发商 在武汉一家央企开发小区的几名业主甚至因为维权被行政拘留了 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说在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开发的一个项目 因为市场下行 所以这个项目在销售的后期就降价了 不得不给原来的业主是巨额的赔付 但目前的开发商无论是资金状况还是行业惯例都不可能有这种赔偿了 所以你看前期业主不满 更重要的是政府也不满 我们前几天说过 包括昆明、沈阳、唐山、哈尔滨等20多个城市的管理部门 先后出台了限帖令 甚至还有补贴令 以行政手段不让降价 我们不由的感慨 开发商是真难 市场好的时候不让涨价 市场不好甚至都资金要爆雷了 想降价回款也不行 这十几年来因为降价被砸售楼处的项目设计了几乎所有的知名开发商 由此可见降价这事跟开发商的品牌信誉包括所有这形势可能都没有什么关系 房子产市场是政府开发商和购房人三方参与的市场 降价的结果是三方的共输 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这让我想起了经济学中那个著名的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 囚徒困境的经典例子就是警察和两个小偷的故事 在一个案子中警察抓了两个小偷将他们分开来审讯 警官分别就告诉两个囚犯 说如果你招供而对方不招供 则你就会被立即释放 对方就会被判十年 如果你两个人都招供均被判刑两年 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的话将是最有利的 因为无法定罪 所以只能被判半年 于是两人同时陷入招供还是不招供的这种两难的处境 但两人因为分别关在不同的地方又无法沟通 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 两个小偷都理性的选择了招供 这种情况在博弈论中就被称为纳什均衡 他是找到了一个均衡的点 对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时个体的理性利益选择 与整体的理性利益选择是不一致的 而合作则会使博弈各方的情形都会变得更好 在房地产市场里主要的参与者有三方 他就是开发商政府和购房人 这三者之间也有内部的博弈和外部的博弈 同样其实也是符合求度困境 政府既要低房价又想要高地价 开发商想要高房价 但是是要低地价 购房者想在买的时候价格低 但是买了之后又想让价格涨 所以你看在开发商与政府的博弈里 政府提高土地的挂牌价 开发商应对策略有几种 你比如说前些天杭州深圳等地的集中土派 很多开发商就不参与了 导致政府不得不紧急叫停 修改规则 后续开发商觉得规则不到位 又有很多地块流派 在拿地之后 新一轮的博弈又开始了 只不过这变成了开发商和购房客户的博弈 开发商为了利益最大化 想办法运用各种营销策略来推高房价 政府就出台调控政策 开发商在应对 遇到了市场行情不好 开发商降价 政府为了稳定市场 紧急时刻还会发这种限跌令 这样几轮下来达到一个平衡 避免就出现相互锁死的囚图困境 但在现有的政府与开发商的博弈模型里 很难看到开发商去改善产品的动力 政府与购房者之间也存在着博弈 政府鼓励房租不炒 希望每一个购房者都是刚需 从而解决民生的问题 因此从中央来看 肯定希望房价能稳定 以保证更多的年轻人和困难家庭住得起房子 而真实的市场总有一部分的房子 它是具有投资属性的 而买房的人就希望这样的房子越买越涨 因此双方都从自己利益出发寻求最优解 政府一有风吹草动就往私利调控 从2016年开始 这一轮调控从限购到现在是限购 限贷、限价、限售、限商等等 这个花样是越来越多 调控的次数也越来越密集 今年前9个月 全国各地的调控政策就已经超过了500次 但购房者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像什么假离婚、假户口 都已经是小儿科了 更有甚者还有像深房里这样的房产众筹和代持 套取信贷资金 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恶性事件 这就是目前非理性非市场化的房地产市场的真实状况 囚徒困境之下 政府要面对的是房地产会不会硬着陆 房企要面对的是会不会量价提跌、债务违约 购房者要面对的是会不会房价下跌、资产缩税 没有一个参与者可以通过独自的行动而增加收益 房地产税也不可能产生各方都最优的结果 政府希望通过征税来扩展税源 降低土地财政依赖、打击炒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同样面临着挤压产业生存空间的问题 部分购房者期待征税之后减少房子的控制、降低房价 但对开发商来说甚至看不到一点点好处 如果各个市场主体不能在妥协中寻求合作 兼顾各方的利益 那最终可能会导致玩家被玩死 或者有玩家先桌子不玩了 好的制度设计是能让各方在博弈中达到一个纳实均衡的状态 但很显然现在我们看不到这种均衡的状态 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房地产制度的建设还将是长期的 在现有的制度下巨幅降价是不可能发生 即使偶然出现 那些即将退出市场的开发商的最后选择 而这样的房子肯定不是你愿意选择的 当然大幅涨价也不符合各方的利益 点赞并关注房理想 让我们透过理想聊聊房子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